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0 今天有两大新闻 也是两大看点 媒体聚焦的新闻 一个是呢 房峰辉被派行 派了无期徒刑 另一个就是呢 李瑞的追悼会 遗体告别仪式 习近平送了花圈 这两件事我看 都特别的这个 有值得研究的 值得讨论 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这方面 今天上午呢 我在这个多伦多 找一家这个 Tim Houghton 看看网络心 因为下了很大的雪 如果在家里这个坐着的话 就会感到困绝 出去找个地方有点压力 反倒精神可以集中 但一打开网络 我看了这两串消息 这一刻兴奋起来 那么今天就和大家谈谈 我的想法 一个是 李瑞这个 这个追思会 这个一体告别仪式 非常凌人意外 我们知道 这个昨天前天 我在这个视频节目当中 已经讲到了 李瑞作为中共党内的 算是一个自由派 这样一个代表人物 由于自己的资历非常深 经历过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有人把它称为是历史的国画师 老资格年龄又比较大 非常感言 特别是对现在的一个中共最要领导人 习近平 大有为辞 我们这些在海外生活 可以自由地看这些网络的新闻 其中就讲到了 他曾经批评习近平 而且话讲的 非常的这个 戒锐 也非常难听 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我相信很可能 看着他讲这些话 听到这些汇报 心里肯定是不高兴的 这个他说习近平文化者水平 小学文化 素质特别低等等 甚至 还有些网络的这些传闻 都很多 这个不管怎么样 习近平能给他送花圈 这个确实是另一位 而且这个由于中共这个 目前这种专制同志 这个到了这个后级 却实在非常紧张 有一些搞维稳的 可能下级官员 千方百计的 要使这次这个 李瑞的这个活动 这个盗免活动 降到最低的影响程度 又淡化他 正因为这样 我认为 把方芬辉这个案件 放在今天发布 也是为了这个 也不是巧合 也是为了分解和转移人们的死线 因为我们知道 网络上 已经早就公布了 关于方芬辉 这个被查处的消息 同时也公布了 关于这个张扬自杀的事 这都是旧文的 只不过是没有判刑而已 或者是已经判刑了 这个也是一个封闭状态下 判刑 早发布晚发不无所谓 之所以 和这个李瑞的新闻 碰撞在一起 这也是神思 输入的结果 所以说我们看到 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习近平送的这个话签 却没有晚联 会场这个 横幅上也没有名字 我看到网络上 今天海外多维网 刊登的一组照片 这个充分的 可以显示现场 这个气氛 还是 很多人非常勇要 特别是一些年龄 这个比较大的人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 对李瑞 这个名字比较熟悉的人 那自然而然 就是说 能够赶到这个现场去 这个纪念他 表达这个悼念之情 送他最后一礼比辰 但是呢 维稳的警察们 对这个北京的一些 这个 异议人士 像高瑜 还有些其他的一些 异议人士 那可能监控都比较严厉 坚决不让他们出去 参加这些活动 以免 引起连锁的反应 实际上一般情况下 不至于 现在这种 这个利用高科技手段 对这个异议人士的监控 对这个不满群众的 这个镇压 就非常的异 非常的强烈 非常精密 达到无为不至的程度 也很难继续搞这个 街头运动 用不着担心 但是他们还是感到 这个比较紧张 比较脆弱 也就全力故意击松 上级一个令下 下级别人都怕出事 出事的时候影响自己的 就物质待遇 甚至可能有可能 闯下大祸 所以说高度的紧张 一方面 习近平 这一次送花钱 这个产生的一个反应 就是说呢 习近平思想性格 展示无疑 怎么无疑 就是说 这个不管怎么样 外界怎么评价 这位老先生 李瑞 是用多么 这个尖锐的语言 批评他 但是作为他来讲 在这最后的时刻 还是比较给面子 就是说 我知道你 这个对我这个 这个非常失望 很不满意 还用一些 他这位很难接受的 这个语言 来形容自己 但是啊 这个习近平没有忘记 当年李瑞担任 宗祖部啊 就常副部长的时候 搞的所谓第三梯队 当时这个第三梯队 把这个习近平 和栗战术都放在里面了 李瑞是 立下了汗马骨头 也就是习近平那种今天啊 首先要感谢李瑞 在这点上 习近平是一个讲义戏啊 这个重感情 这个 这样一个思想性格 就是我没忘记你啊 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但是呢 我也知道 这个你对我这个 这个很不 这个尊敬啊 按照了讲信 第一 就发生了电话 虽然过去你是宗祖部部长 那个时候 这个习近平见到他 可能都点他还有 那现在应该反过来 你没有对我这个习近平 表示这个尊从啊 而是他发表了一些 不同意见啊 甚至于一些非常简直啊 踩到海外去 激起了海外的一些自由派 真正分子的呼应 那习近平可能心里不爽啊 也要把这个想法表达出 那就说我只送花鞋 没有完脸啊 也要淡化啊 下个人 不要把这个道理活动 变成个公共事件啊 使有些人有可撑之机啊 由于习近平这样表现呢 下个李克强是根本的啊 尽管前一段时间 由于中美贸易战 我曾经讲过林克强的势力 也就代表共军团派的势力 略有上升 但是还是这个 相信建筑啊 根本没有这个和他进行 力博的这种资本啊 和能力啊 所以习近平送花鞋 李克强也送花鞋 那宗族部肯定送花鞋 因为李队 这个过去他们是自家人啊 而且这次这个追导会 搞得是不及待 你不管怎么样是不及时升级 但是人家毕竟是老前辈啊 自己资历非常老啊 而且知名度非常高 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啊 而且还有他一个 这个不依不饶的啊 非常感言的 在海外不断访调 发生的这个 女儿李男杨 讲了很多话 所以说习近平这次这个表现 也是比较微妙啊 从我个人这个作为 一个独立平原的角度啊 说心里话 我还是就比较佩服啊 最起码挺够朋友啊 挺够意思就说 我不管怎么样 你骂我啊 很难提 我反正肯定给你送花鞋 这边表现它是思想心得当中啊 还有一个东西 我认为是应当肯定的啊 基本信息人执政过程当中啊 有很多方面 我过去讲过啊 反腐败啊 精准扶贫 值得肯定 这个内斗啊 宗申志啊 应当反对啊 但是呢 在处理李瑞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 习近平这次做的还是 还是不错啊 应当给点赞一下 这是有关这个 李瑞这个事情 此外呢 李瑞啊 这个 目前啊 就是昨天 也就是今天啊 这一两天 就是关于李瑞这个事情 海内外都有些报道 现在看来 国恨家仇啊 结合在一起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李南阳讲 说李瑞生且留下一个三部啊 就不开什么最早会啊 不进八宝山 不该当妻啊 但是呢 他另一个妻子啊 也就是不是这个李 就李南阳的妈妈啊 李南阳是原配的这个女儿了 因为这个李瑞这一生啊 由于这个历史的这个机遇啊 也由于政治运动 对自己的冲击啊 所以说这里的情况 很复杂 先后有四任这个太太 那么由现在照顾她的啊 就是张玉珍 老太太啊 她现在对这个李南阳看来 和李南阳这个观点不一样啊 她认为 李瑞根本没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三部啊 使一些人在外面啊 就故意的消费这个老人 消费是活啊 是啊 是为了这个 这个宣演自己 或者是表达政治观点啊 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 这个 一般情况下 这个 原配的女人 那肯定爸爸要一直去了 去了二天三天以后啊 一般来讲 关系出了多不好 这也是 人自尝情啊 所以这里面情况 就非常非常地 这个 复杂啊 那么不管怎么样 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呢 从这个 自己这个对理想 追求的角度去理解 理论 那么从中共这个 领导人啊 从他们这个角度 也去啊 对待这个 这一点在理论这个问题上 显示的非常清楚 那么有些人会说 既然习近平和这个 李克强啊 宗主部都送了花雀 这个为什么 胡锦涛 江泽民 这个不送花雀啊 我认为这和他们这个 本人家触景 思想性格都有关系啊 因为你想 胡锦涛 这个地位啊 虽然说 在这个腐败方面 没有涉及到他 但是不要忘了 房文贵 这个担任军区 这个司令 北京军区司令啊 在这个事情上 据说是 郭伯雄想 胡锦涛推荐 那自然来 现在可以下一个节目 就是说 如果把这个 方文贵 定立这个 府外分子的话 那一定是带兵提拔 那谁带兵提拔他 那肯定 胡锦涛又在这 所以说胡锦涛 也很尴尬呀 在这个时候 也不敢轻举妄动啊 不要去沾这个 李瑞这个敏感的问题啊 那江泽民也是一样啊 江泽民的府外问题 更严重啊 如果郭伯雄 虚在后 不给江泽民送离 他怎么能上去 所以这件事情啊 这个都非常明显 只不过是 习近平 网开一面啊 对中共这些最高领导人啊 给他们面子 而且基于党内这个 内斗的形式的考虑啊 也为维护党的这个 总体的形象 就是说 毕竟都是一帮手啊 你如果都拿下 那不是共产党的 共产党全是负败分子啊 他只要做做这个 全盘的考虑啊 我觉得 这个习近平 这次送话去 李克强更新 那么 江泽民没有更新啊 胡敬汤没有更新 文家宝也不见综艺 看来这些人 都是非常非常的啊 这个金鱼这个 酸切啊 都要考虑自己的处境啊 多一事 不如少一少 所以说 通过李瑞啊 这个今天 这个消息啊 网络的消息啊 可以看出情况 这个非常非常的 这个美妙啊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个重大 也算一个比较重大的 这个历史事件 总算最后啊 这个结束了 虽然关于这个李瑞啊 以及 其他的中共 就原老啊 今天看到消息 说是李瑞过世以后 还有几大楼 说是在中共 中共委员会当中 只剩下了其他结果的 焦若鱼 啊 袁宝华 苏毅然 李毅安 万海峰等 无人还在世 其中四人 已经超过了一百岁了 那么特别是宋平啊 也就是胡敬汤 非常这个 追从他啊 已经一百零二岁了 但是你不管多少岁数啊 你不管知名度有多高 你不管是胡敬汤这个习惯 还是习惟林习 还是江泽民追从啊 但是他们的影响力 从这个思想的 这个认识啊 也就是对这个 现代社会啊 这个一些认识来看 没有人能超过李瑞 因为李瑞 其实是党内一个自由派的 领导人物啊 到了某年 还推崇这个 这个宪政民主啊 这一点了不起啊 其他这些人 都无所谓了 特别对于讲到的李莉 我还了解一点 实际叫李祝安 过去的大年 当过总工会的副主席啊 总工会主席啊 好像和一个什么 当时的一个什么 市领导人物两个脑子 搞内斗搞的 也是一塌糊涂 我好像还有点预想啊 那时候薄熙来还没有 这个 这个权力还没有得到上审啊 这是另一个议题啊 那么关于这个李瑞啊 就谈这么多啊 主要强调习近平这次 这个宋了华清这件事情啊 这也成为啊 今天海内外舆论的一个最大的看点 一个思考点啊 那么此外啊 再来谈谈房文贵 房文贵这个事情啊 这是一个大案啊 这个案件 非常的就很明显啊 拖到今天啊 刚才已经讲到了 主要是出于这个行事的考虑啊 放到一个关键的时刻 我的推出啊 因为房文贵 在这个总共这个军内啊 可是可以这样讲 是具足轻重的一个大佬啊 也就是说他有这种实力啊 假如说党内啊 军内有不满习近平的这个 这个力量存在 能够有可能搞事的 大概也就是像房文贵这样 那么房文贵 在20号 那么官方这次终于公布啊 他已经被判刑了 判的都是非常神秘的啊 我们知道啊 中共这种反腐败啊 他这个出于这个动机啊 这个当然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部队增加战斗力 你部队要腐败 怎么打仗 这是从公的角度来讲 从私的角度来讲呢 拥有内斗的色彩 肯定是有派系的这个问题啊 也就是说房文贵啊 非常明显是 就是胡锦涛这拍戏的 共军们拍戏的 如果说李克强也好啊 这个胡尊瓦也好啊 还是其他这些中强也好 他们假如 他们要能寄解出来搞事 那一定是会受到像 房文贵这样不对的大道支持 谁有可能实现呢 所以说习近平奋力 就以腐败的名字 拔掉这个房文贵 也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啊 就在个人的角度来讲啊 也必须这样做 否则也非常麻烦啊 那么指控房文贵啊 现在这个军事发言已经判刑了 判的神秘信息的 到底依据上也没有讲清楚 不过从去年以来啊 也就房文贵被抓捕之后啊 露露地续续海外多维网中共这个披露的消息啊 说他主要的问题啊 这个细节有讲到什么 讲到他这个在军区大院里啊 说是搞这个房地产开发 把地匹啊 军区这个地匹转卖的时候 中足摩利 赤字十个亿层级 在北京市井赛 兴建了五星期的酒店 也就是叫华北宾馆 另外投资六千万 兴建了大院的南大门 和南院的道路 以至于门诊部 门诊就改成了什么呢 陕西京西医院 还任命了一些清晰 也就是搞房地产开发 我们知道由于北京的发展 地皮非常值钱 地皮卖掉之后 在搞成酒店宾馆 在搞的小别墅等等 那肯定这里面 这个都有腐败问题 有权力 权力和个人的私利对接 就自身的腐败 说是在这里面有受惠行为 有了受惠还有行为 因为一路当官 排阵上来不容易 上级任命下级 过去我也讲过 肯定要送钱送过 你不送钱给人 怎么能看好你 怎么能提拔 不过是房红诊 他这里面讲的行为 到底给什么人行为 我看到今天海外网站上 猜测两亿非常多 那肯定呢 首先得给这个郭伯雄 这个行为啊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房红诊 达人二十一集团军 这个军党的时候 郭伯雄是主司令 所以他叫他套进口 趁郭伯雄被解剖 不知道他们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解剖是什么意思 而且据说在 这个北京 小圈子的搞聚会的时候 曾经向这个 其他人这个显示 也是表决心 说要感动我们 叫郭伯雄的话 我就拿枪 绷着他 怎么样 所以说 别人给他起个外号 叫防疫枪 这都是表着忠诚 那么非常明显 他的伯乐 应该是郭伯雄 也就是说 这个东北虎 西北党 在西北党这个体系当中 军事体系当中 他是串成一条线 然后就房红会 又和张扬两个 合作了很多点 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在网络上 看得非常清晰 我们有必要起 一一列举浪费事件 总之吧 就是 房伯伯 是一个带兵提拔的 也是一个 胡派 这个 想比较信任的 因为他的事业顶层 网络上消息都有 就是在这个 这个 曾经担任过国庆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总指会 国庆60周年 60年是滑甲 自年 非常重要 他当时是北京军区司令 胡锦涛在他的保护下 写一颗部队 也就是说过去是七大军区 后来进行改制 改制以后 担任了敌人的参谋长 所以说这个房红会 当时在北京军区的时候 最年轻的 一个部队的将领 这是最邪恶的时候 没想到啊 现在成了这个腐败分子了 即使胡锦涛再喜欢他 也不能保他了 保他没有用了 那么习近平是把他彻底的 现在拿掉了 接张扬 被罪自杀了 自杀的原因 就是这个生命 这个不能承担的 执宗啊 也就是说无法忍受啊 将来这个审讯呢 这个受到这个 这个羞辱啊 这也是另一种选择啊 那房红会 这个没有办法啊 别无选择啊 那么这次派了这个武器 我看网络消息 还没收了 全部财产 这一点和周敬康不一样啊 周敬康是没收财产 保留一部分啊 可能有交易啊 但是房红会啊 给他搞得比较彻底 比较惨啊 我估计很可能 在这一段时间里来啊 房红会可能 已经让人看出了 大队习近平不有个宗称 反正是宗称就胡锦涛啊 如果是宗称胡锦涛啊 那肯定更麻烦 因为共青团队有很多人 这个在政界当中啊 没有兵权 但是非常年轻 有可能将来去耳带子 后来沮丧啊 所以说 习近平目前积极派系啊 这个嫡系啊 就非常非常 这个警觉啊 所以说 腐败问题 拿出什么事啊 这个也是我过去 在视频节目当中 多次讲过的 一方面你不能说 这是原讲错案啊 肯定腐败问题都有啊 程度不同而已 因为那么大的权力啊 你想 能不腐败吗 我看到 今天都会用 发表消息的时候 曾经讲到啊 其实这个消息都是旧文的 讲到什么呢 讲到在广州军区任职的时候 他讲究吃喝啊 说是坐下来以后啊 就想起什么 就马上去买什么好吃的啊 如果说不满意就把筷子摔掉 这个等等啊 甚至说是派了三个厨师啊 到广州学习了三个月啊 而且自己租入了这个北京的四合院 占地一千平方米啊 而且有地下防核室啊 核爆这个设施啊 还有防弹玻璃的等等 这些东西你预期说是腐败 也不说说是这个人到了一定的级别啊 因为制度使然啊 肯定要有这个这些条件 这些条件花过多少钱啊 所以说甚至还有些情节讲到什么 说是他这个考虑到这个当兵的守卫啊 在门口站岗的这个当兵啊 就说在夏天比较冷啊 让他到门内站岗 我看到这个海外今天有个网站 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事啊 认为防弹玻璃 就是违背了军规啊 我倒觉得他挺有人情味的啊 最起码还考虑了战士们的辛苦啊 那么此外还有就是 把这个部队的这个机关的办公时间啊 改到两点半 我看这都是小事啊 改到两点半 你往后 延后这么一个小时 也是无所谓啊 因为现在毕竟是和平时期啊 所以把这个事情之所以拿出来 当反面这个情节来讲 那说明这个人在这个认知这个期间 可能是也是还是有一些这个可取自数 你不能说他都是做的不好啊 那么直播是现在人倒霉了 好事也别这坏事了 那可能当年这样做的话 那么 舆论的评价就是说 他为这些士兵着想啊 就非常这个体谅下棋 那现在就可以看着说 他是违背军规啊 看怎么就理解了啊 那么不管怎么样啊 他和张阳一样 实际上啊 张阳是 这开着一枪一瞬间就没有了 那么他是什么呢 是要这个苦度铁窗生涯啊 就是说你在永生四年 只要不变革政治制度啊 不发生大的这种人事变动啊 坦率来讲如果习近平做得很稳的话 那肯定你在这个秦城监狱就慢慢的养老啊 当然条件会比较好一点啊 但是这个毕竟过去的辉煌啊 都已经成为落花流水了 永远不再回来啊 现在这个不用说享受什么 一千平方米这个小院了啊 还吃什么三个厨师做的饭菜啊 现在你就做那个五姐们啊 这个食堂做的那些简单饭菜啊 一个馒头一碗粥啊 再加的小菜啊 可能就高兴的就了不得了 所以说人生啊 这个都如此而已啊 不论你是多大的官啊 一旦是权力没有了 一切都没有了啊 这全看什么呢 全看党内的 这个专制制度啊 这集权统治的一些 这个人是耕地啊 这真是着势金飞啊 看了以后真是感叹的 那么 虽然习近平在这个 这个一些公开场所曾经讲到了 对这个反腐败要全覆盖啊 而且要乌进去零容忍啊 这个当然饺子以前这个 这个中共学高官 比这个胡锦涛 江泽民这个时代是全覆盖了 这个也是这个无尽区了 也是零容忍了 我今天看到这个赵乐际啊 在十九届三宗 宗纪委三次全会上 这个其中强到了 有一个数字啊 说是这个十九届以来啊 这是搞了这个二点七万件 这个腐败问题这个案件啊 两点五万 这个党内干部受到处费啊 其中啊 宗管是二十九人啊 可见这个力度仍然很大啊 的确是零容忍 但是啊 你细想一下啊 这个郭伯雄 刚才讲的郭伯雄 徐彩虹 如果不给江泽民行会的话 怎么能上去 是不是啊 那你最年轻的军区司令 就仿佛会儿能当北京军区司令 能够当时那么重用啊 六十年国庆的时候 还能够吃上风云啊 就协和一世 那你呼应到 难道一点好水没拿吗 这个都很难讲了啊 所以说 林荣忍啊 这个恐怕也没做到啊 这个乌进区恐怕也留个缝隙啊 这台座来讲啊 这个事情看怎么看了 那么郭伯雄这个事情也就算了结了 就是这个事情到此就未知了 因为选这个审判的过程 原本就是不透明的啊 到底是怎么审判的 依据哪些事实啊 到底证据方面怎么样啊 聘请了哪些律师为自己辩护啊 而且这两审终审之 他上诉了没有啊 那么法庭的最后陈述是什么内容吧 这些都和过去就古君山案 周永康案啊 郭伯雄案等等 还有没审就死掉了 这个虚才无案 都成了国家机密了 这也只有等到将来说不定哪一天啊 也就是说等到事件发生了 这个 这个 发生了一些变化啊 整个这个证据发生一些变化 时间变得久远了 可能有一些知情者 这个足够的就会把这些真相啊 这个拿出来啊 但是你即使拿出来了到了那时候 可能真真假假假假假假 真真都讲得清楚了 所以说这是非常凌忍这个悲哀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事情可以看出 变革政治体制改革 司法这个体制改革啊 就司法能够独立是多么重要 但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 对习近平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啊 不学习方这个限量民主啊 也不搞司法独立 不搞协民自由啊 所以说才发生了上述这样的重大的事件啊 那么尽管这个作为 这个共情团派系当中 军内的这个基础啊 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房文贵已经被拿下 那非常显然 这个你共情团派啊 你再不满 你很难啊 就是这个兴奋作语了 很难就是说再卷逗送来啊 所以说习近平总的一个方面来讲 也就比较这个放宽啊 这个对一些共情团表现比较良好的大佬啊 这个一些人的使用啊 也看到今天网络小续讲到什么呢 讲到这个胡春华呀 说胡春华也认不了啊 非常老实 那么习近平也是网开一面啊 说2019年北京园艺博兰会啊 组委会的主任啊 给任命为这个胡春华 胡春华挺高兴啊 我看到今天网络消息 新华社报道啊 这个组委会搞了四次会议 因为这次这个 这个园艺博兰会啊 是一个中国主场的外交活动 也就非常重要啊 要和这个国庆70周年对接啊 那么在开会的时候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蔡奇坐在这个下面啊 因为蔡奇是副组长 也组长是人家共军团队啊 习近平最信任的这个蔡奇啊 仅仅是一个起到监军这么作用啊 当然习近平看他在北京搞了低端人口这事 可能觉得心里也不爽 但是批评也不好意思啊 因为毕竟在重感情讲一期嘛 就是说还要保他 但是也认同他的能力实在是不可高估啊 所以说还得要这个胡孙华的这个担任大人啊 通过今天网络的消息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啊 那相同的也是一样啊 那么李源潮这个虽然说提前退休了啊 但是只要你不搞事啊 能够心服口服 那么习近平说不定就放他一马了啊 同样的这个习近平其谢华权 那么不纳不协晚联啊 那么李克强也的根本也是积极的表现啊 这充分都说明什么呢 说明总共目前这种政治局势啊 可以看出本来习近平占有非常主导的地位呢 其他的派系啊 也就都成了鸟兽散了啊 所以这个事情啊 也可以看出啊 这个中共极权统治啊 靠这种惯性啊 还在足够向前运行啊 可能要多久 这个很难说啊 那么今天这读报解释节目啊 刚好到了三十万宗啊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明天见